今天发送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科比2000年的冠军戒指被放在网上拍卖 这次当初科比送给父亲的礼物 也是科比的遗物 结果竟然被拍卖了 目前最高价格仅仅为94000美元 很难想象 对于这样的富豪家庭来说 会为了这样一点钱而去拍卖老大的遗物 要知道科比整个职业生涯 不算各种代言投掷的收入 仅仅是合同收入 就达到了3.42亿美元 去战事的时候 相关机构统计 科比的总资产保守估计 逐足有5.5亿美金 基本属于拔一个毛 就能养活一个普通家庭的水平 那么问题就来了 老大去世以后 他的钱都弄哪了 整整5.5个亿 换算成人民币40个亿 科比的父母 瓦尼莎以及三个女儿 按人头继承遗产 每个人能分6.5亿人民币 正常来讲 科比的父母将继承13个亿 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去拍卖科比的遗物呢 真的让人不可理解 按照美国遗产继承法 遗产的继承顺序 配偶子女以及父母 都是第一继承人 而且由于科比正值壮年 发生事故完全属于意外 所以他也没有定立遗嘱 那么即便瓦尼莎和公婆的关系不好 也不可能完全独吞遗产 所以科比的父母拍卖老大遗物 确实有点让人不解 而且如果真的要拍卖 真不如来中国 以科比在国内的人气 一枚总冠军戒指 绝对能够拍出更高的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